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中国足球 著名解说员刘建宏先生 今日爆出了一个今天大瓜 他在一档直播节目中爆料中国足球的伤心的黑幕 他说现在进国家队不靠实力 有很多都是靠钱 甚至进了国家队需要踢机场比赛 也是要打机场比赛的钱 只需要一张银行卡 已经是名码标价了 他还说一个小球员从小到大 在清训体系中要花很多额外的钱 而这些钱并不是在名面上的 都是走后门的钱 如果没有这些钱 一个小球员想踢出来 那比登天还难 这无形中又一次缩小了中国足球的足球人口 和选材面 试问一下有多少来自农村的孩子能够踢出来 他们有那么多钱交学费吗 足球难道只是富人的游戏吗 另外呢 刘建宏还彻底抨击了中国足球近30年的清训体系 说过去30年中国足球 唯一做实事的就是来自崇明岛的徐根宝之道 而其他地方的足协清训到底在干什么 他列举了目前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阵容的构成 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崇明岛 最起码占50% 你像严俊林 张临鹏 吴磊 王生操 都是崇明岛体系中的球员 还有三四名规划 那剩下只有一到两名球员 是来自其他地方足协 刘建宏就以这一点说明了 中国足球只有徐根宝在做实事情 其他的足协这30年一点事都没有做 他也曾经建议徐根宝出任中国足球轻训总监 把全国足球 把全国的轻训一起抓 但是没有被采纳 所以呢 刘建宏也是真正明白中国足球并根在哪里的人 从刘建宏的履历来看 他所能了解的中国足球内幕 当然有很多 也许不只是他说出来的这几点 当然还有很多人也跟他一样 很多媒体人也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 但是不敢说 当如果刘建宏现在还在央视 他肯定不敢说这样的话 他只是离开了那个体制内 所以才有了自己的言论自由 当然刘建宏并没有指名道姓 他还是想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警醒中国足球的管理者 来向人们披露中国足球的内幕 为了去让管理者能够真正进化中国足球的环境 而不是任其发展下去 如果一个国家的足球从业人员心中只有钱 只有money 那么这个行业也算是完蛋了 一切向前看 没有把足球当作一种事业 而是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我们的中国足球何时才能成功 是有必要彻底整治一下 目前中国足球的大环境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大家认为刘建宏说的怎么样 是不是中国足球的并根所在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